第2062集 与此同时,第一神国轮回谷 傲然而立的几丝青显然感知到了什么 他睫毛颤动差异道 这是这绝非侠三的气息 怎么会突然出现呢 哎呦,为何我的心会有一种不安之感 一旁的曲学勇见几丝青诗神 便小心翼翼地问道 老祖,您确定要去轮回接受那个仪式吗 上次我们踏入轮回谷 您明明态度很坚决,拒绝那个仪式了 您应该比我更清楚 这仪式的代价有多么大 如果一不小心 您承受不过去,曲家该怎么办呢 神国该怎么办,叶辰该怎么办 几丝青目光坚决 看着面前的一根通天圆柱 通天圆柱之上刻着无数符文 极其晦涩 关键,圆柱直插云霄望不到尽头 我意已决 虽然玄机月还没有彻底发现我的存在 但是这个瞒不了太久 分身忌讳 他肯定会调查神国的一切 我和叶辰都难以幸免 再加上浮摩山的裂痕 叶辰的浮摩殿可能冲不了太久了 若是天魔提前降临 谁又能守住一方净土呢 神国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了 哪怕月环一向 让神国的武者实力不断上升 但面对域外和上界根本不可能 你知道上一世轮回这种 明明十里通天 为什么会惨遭玄机月杀手呢 这一切看起来太容易了 轮回之主怎么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曲学勇一正 犹豫了几秒 还是摇摇头的 轮回之主的想法 我一个下人怎么能猜透 济思青露出了一道欣慰笑容 因为 他心怀天下 济思青向着那通天 圆柱走去 眼眸写满了坚决 这是他作为女武神的骄傲 当他站在圆柱之前 眼眸紧闭 眉心竟然闪烁出一道古老符文 符文从眉心冲出 竟然化为了一头火红的凤凰 凤舞九天之上 凤凰发出一声鸣叫 竟然硬生生地撞向了通天圆柱之上 没有想象的具象 只见火凤凰化为无数星光点点 疯狂散开 整个通天圆柱竟然燃烧了起来 上面的无数符文更是流动了起来 一秒两秒 当第三秒的时候 圆柱竟然发出一道极度低沉的声音 取尘烟 你唤醒我可知罪 几思青眼眸淡然 我没有选择 圆柱继续道 你所要面对的后果可能很严重 你考虑过吗 你考虑过吗 我不会看昔日的关系 放过你 亦或者给你机会 你现在离开 我不会责怪你开启了我 几思青抬起头 扬起雪白的下巴 略显高傲道 不需要 下一秒 几思青伸出了手 直接按在了通天圆柱之上 圆柱剧烈地抖动 最后竟然开出了一扇虚空之门 几思青没有第一时间迈入 而是看向身后的曲学勇 认真的 小曲 你回你的曲家吧 曲学勇猛地摇头拒绝道 老祖 我不走 我要等老祖平安归来 几思青无奈地摇摇头 直接没入虚空之门中 一片黑暗吞噬 曲学勇坐在了地上 眼眸之中有着一道经济 他跟在老祖身边 算是了解老祖的性格 但是这一次 他真的想不到老祖会选择如此 这圆柱背后通往的 可不是什么一般的地方 那是通往死亡黑暗的无尽荒漠 画面回转 幽冥海域禁魂岛 找死 韩长生看到叶辰袭来 眼眸顿时露出杀气 在禁魂岛上 叶辰不能动用灵力 居然敢硬碰他的飞剑 无疑是自寻死路 而他虽然重伤 非常虚弱 但这朱雀飞剑 是四项秘宝之一 自带灵力 欲剑不需要耗费人的气息 他只要心念一动 就能仗剑杀人 不费吹灰之力 剑气破空 灵力的朱雀剑气直斩叶辰 叶辰目光灵力 一拳狠狠爆杀 浑身筋骨不断震荡 一个巨大的鸿蒙音符 瞬间浮现在他拳头上 刚猛的拳风掠破空气 发出了尖锐的鸿蒙鸿骨音 震撼人心 居然还能动用天龙八神音 韩长生看到这一幕 内心顿时惊骇 没想到夜晨的肉身筋骨 居然如此强悍 还能够承受33天鸿蒙古法的压力 剑拳碰撞 巨大的鸿蒙音符 瞬间被朱雀剑气斩碎 夜晨狂喷鲜血狼狈后退 尘杯封杯盐杯 三块轮回玄杯 在激烈的震荡下 全部退回了轮回墓地 还是你败了 韩长生松了一口气 顿时笑了起来 我这把朱雀飞剑 乃上姑女武神的兵器 品质达到了极致 你如何能够抵挡 韩长生目光冷漠 手掌一抬 朱雀飞剑悬浮在夜晨头顶上 丝丝缕屡屡森严的剑芒 不断地弥漫而出 他虽然重伤在身 但靠着兵器厉害 还是击败了夜晨 该死 夜晨咬了咬牙 内心充满不甘 你那三块轮回玄杯 都是逆天的宝物 今天就归我地渊殿了 韩长生眼神骤然灵力 欲见狠狠斩杀下去 只要斩杀夜晨 就能彻底灭杀轮回之主 解决地渊殿的隐患 而且那三块轮回玄杯 也将落到他的手上 等我炼化了那三块轮回玄杯 说不定能斩杀地势天 逆天夺位 指日可待 韩长生心思闪烁着 目光无比凶狠 地势天是地渊殿的殿主 他一直想造反夺位 但地势天神通盖世 他却不敢冒犯 如果能炼化三块轮回玄杯 再加上玄机月的香柱 他日逆天夺位不在话下 剑气撕裂虚空 眼看就要斩杀叶尘 生死关头 叶尘突然感到轮回墓地震动 两道身影骤然破杀而出 这是那两位一直没有出手的大能 烟尘涌动遮蔽一切 而此刻在禁魂岛的另一处 一个身影悄然降临 他的降临不带任何声息 这个男人自然也注意到了 禁魂岛一处的战斗波动 但是这幽名海域 隐藏着诸多天魔 爆发战斗也正常 更何况他身上带着使命 极其重要的使命 男子来到禁魂岛一处 手握罗盘 当确定了某个位置之上 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那孙吉的封印 应该就在这里了 冷架让我解开封印 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关键孙吉可是一个恶魔呀 他念叨了几句 男人手中寄出了一块玉牌 玉牌之上竟然刻着一个诡异的冷字 玉牌悬浮光芒大声 下一刻 他的面前竟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血色漩涡 男人犹豫了几秒直接跳入其中 而同时 叶晨和韩长生自然都没有注意到 还有人悄然降临近魂岛 他们面前的滚滚烟尘消散 一切显露 站在叶晨面前的是一男一女 男子身材魁梧 落塞胡浓密 尽显粗犷 他的背后有一个无比巨大的古箱 箱子之上贴着一张张符文 符文之上环绕着镇镇绿光 隐约之间还有雷电环绕 仿佛箱子里面封印着什么恐怖的存在 女子身穿红衣身材高挑 肩若消成腰线 极致约束 虽然脸上有些沧桑 但却给人风韵油存质感 女子手里握着圆盘 圆盘之上画着古老的符文 神秘之极 婉约伶零雅 顾盼生姿 新的大能出现了 夜晨看着两人顿时目瞪口袋 他掌控轮回目的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两位大能一同出现在现实中 这新大能 似乎是一对夫妻 夜晨心脏跳动 想不到轮回目的 一下子觉醒了两位大能 两人一出现便站在了夜晨面前 那男子信手一抄 捏住了朱雀飞剑 仿佛随手抓住一片树叶 动作非常轻松 诶 朱雀飞剑 男子目光微眯 胆了胆见身 一声亘古的剑银 如天师圣诵般 弥漫而出 当敌心魂 夫人 我这把兵器不错 送给你当礼物了 男子微微一笑 把飞剑交给了女子 哼 这是上古女武神的东西 你还想借花献佛 女子翻了翻白眼 将朱雀飞剑 收入轮回目的里去 别人的东西 我要来何用 以后还是要还回去的 是是是 夫人说的是 男子一脸千功 连连笑着点头道 叶琛凝神一动 果然发现朱雀飞剑 已经落到了轮回目的里 太好了 等以后见到几思青 我要把这朱雀飞剑 送还给他 叶琛心里暗暗欣喜 这朱雀飞剑 本来就是 几思青前世的兵器 如果几思青炼化了 绝对能大大觉醒 前世力量 封魔尊者古汉林 你魔奉尊苏若熙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韩长生望着两人 脚步连连后退 目光布满了惊骇 这两人在他面前 说说笑笑 还收走了他的飞剑 完全不把他放在眼内 但偏偏 他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因为这两人身上的气息 实在太深厚了 虽然没有露出丝毫锋芒 但却隐含着无比可怕的实力 他绝对不是敌手 封魔尊者古汉林 你魔奉尊苏若熙 叶琛听到两人的名号 眼睛顿时一亮 捕捉到了无穷的天机 原来这两位大能 是专门针对天魔的存在 以诛灭天魔 挽救天下为己任 在上古时代 两人从神国走出 在域外闯荡 不知斩杀了多少天魔 得到了封魔尊者 和逆魔奉尊的称号 令无数天魔闻风丧胆 但古汉林背后的古香里 还封印着一尊极强的大魔 比起上古师兄还要可怕 一旦释放出来 恐怕要翻天覆地 这些上古密闻 夜晨并没有听人说过 这些消息 可能是没有温暖入 如果结果要求 那么多有诚心